主料,大米1000克,牛肉50克,圆葱50克,青椒50克,红椒50克,胡萝卜50克,杏鲍菇50克,辅量,油,盐,黄豆四分之一杯,绿豆四分之一杯,黑豆四分之一杯,青豆四分之一杯,淀粉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米饭蒸好, 取一碗,250克备用,豆子提前一碗套好,用豆浆机打成豆浆,准备洗净的蔬菜和牛肉,全部切丁,牛肉用淀粉和生抽腌制,热锅凉油,炒好的牛肉取出,牛肉不要炒老,重新倒了油,油热炒香圆葱,再放胡萝卜炒软,这时候放盐,放杏鲍菇炒软,放入米饭煸炒,接着放入筋, 红椒,放入炒好的牛肉,轻,红椒短生即可出锅,OK,营养价值较为全面,又急易吸收的套餐做好了,烹饪技巧,蔬菜可根据季节变化而变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